新京报快讯,记者,许文金日,一篇中国艾滋病病例增加,是因为取消兑换病非洲学生的入境限制,等文章也发公众担忧。 中国疾控中心爱防中心主任、研究员韩孟杰今日11月23日,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会上回应说, 今年来,外籍入境者中艾滋病感染者数量逐年增加,去年达到2154例,其中外籍学生的艾滋病感染者数量100例,占4.6%,允许艾滋病感染者入境是全球通行作法。 方传文章提到,中国新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在近几年长包增开市,原因包括中国从2010年取消了对外有艾滋病、性病、马峰病的外国人的入境限制,以及大量非洲留学生的涌入。 韩孟杰回应说,允许艾滋病感染者入境,是全球通行作法。 目前全球约143个国家不限制艾滋病感染者入境,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深入,入境人数不断增加。 外籍来华人士中报告艾滋病感染者报告感染者数,试试检测发现病通过传染病报告系统报告的感染者和病人数数量也随之增加。 他表示,据中国疾控中心病例报告数据,2010年至2016年,分别为660例,1146例,1562例,1489例,1522例,1823例,1986例,2017年达到2154例。 其中,2010年至2017年,外籍学生报告感染者数量分别为13例,26例,31例,46例,74例,96例,86例,100例。 2017年报告的2154例感染者中,大多数都是云南和广西边境地区跨境婚姻中的外籍配偶或吸毒人员。 2017年报告的100例学生,在当年发现的外籍人的4.6%韩孟杰说,随着中国全球化进程较大,入境人数会更多,发现外籍入境人士、艾滋病感染者也会更多,将近一步做好来怀外籍人士的艾滋病防控。 中国艾滋病疫情处在低流行水平,网传文章中,列举了得足数据,已说明近年来中国艾滋病疫情增长过快,实际情况究竟如何?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疫情首席专家吴尊有介绍说,过去5年间,的确有几组数据在攀升,例如,每年新诊断发现的感染者人数,从2013年大概9万人,到2014年的10万人,2015年的11.5万,2016年的12.5万,2017年的13.5万,每年新增的发现数都在增多。 例如,每年报告存活,艾滋病感染者人数,从2013年至2017年底,这组数据分别为43.7万,50万,57.7万,16.5万,75.9万。 但吴尊有提醒,仅看数据并不能说明问题,他指出,扩大人数是发现感染者数量增加最主要的原因, 近年来,艾滋病检测人次数从2012年的1亿上升到2017年的2亿,同时,由于中国扩大,更多的艾滋病感染者接受,病人死亡数下降,存活时间延长,使得存活感染人数增加。 实际上,艾滋病检测阳性率数据正逐年下降,吴尊有解释说,每年新发现的感染者,处于每年的检测人数及检测阳性率。 该数据从2008年的12.5%下降到2017年的6.8%,从艾滋病流行率看,吴尊有说,中国约为9万,美国为40万,俄罗斯70万,巴西60万,印度16万,泰国110万,印度尼西亚40万。 他指出,中国艾滋病疫情,处在低流行的水平但形势依然严峻,仍需要进一步加大防控力度。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